稍早他的妻子王瞳也在派出所做完的筆錄 更多現場的最近情形 我們要聯繫給紅聰祥來告訴我們聰祥 好 持續帶來關心到的是 馬來西亞級超舞歌手艾成 在今天上午傳出身亡的消息 向年40歲 就在今天上午的10點10分 盧州警方獲報 在盧州的某警民站外 傳看到了這個艾成已經明顯身亡 那到場的時候立刻是來進行封鎖 並通知監視小組到場來進行採證 而根據警方了解呢 其實艾成這幾天心情確實是比較低落的 那在昨天的時候呢 其實他的妻子也就是王瞳 也在家中陪他 不過因為今天他們在上午的時候呢 這個妻子王瞳他必須要到宜蘭來工作 也因此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王瞳就通知他們的兩名教友 來到家中陪他 不過就在今天上午 這個王瞳到一樓來跟這個教友交交鑰匙之後呢 教友上去他們家的時候 都發現艾成人躲在家中的角落 第一時間他們不敢進去 不過他們進去之後呢 艾成是突然衝到房間內 叫我驚覺不對勁立刻衝到房間 不過當時艾成人已經消失無蹤 那他們第一時間也立刻通報警方 不過很遺憾在警方到場時 艾成已經明顯身亡 多少種畫面可以看到在今天下午 大概是在十二點多的時候呢 王瞳從宜蘭立刻趕回蘆州 表情可以說是相當的哀心 那包含了像是王瞳的媽媽 還有王瞳的哥哥 另外就是李明依也陪同一起來製作筆錄 那根據老姊呢 在這幾天這個 呃 呃 根據他們所述呢 這王瞳的部分呢 其實這幾天都有在安撫艾成 不過艾成的情緒確實就是比較低落 對於確切他墜樓的原因 警方還要進一步理性 以上是線上掌握到的最近狀況 好 我們謝謝從小在現場 為我們帶來最近消息 事實上剛剛呢 從小也有講到 其實艾成呢 最近這幾天心情狀況不是很好 因此呢 現在根據側面了解 他昨天晚上呢 還因此跟他老婆王瞳 聊了一整個晚上 是一直到王瞳外出工作之後 王瞳呢 也因為看他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找了兩個教友來特別陪他 結果沒有想到呢 才出門沒多久 事情就發生了 而事實上呢 艾成跟王瞳兩個人的感情 九年之久 一度呢 傳出觸礁 但是呢 如今似乎艾成 面對的是更大的壓力 不過呢 同為選秀節目出生 上一月呢 艾成其實才到朱立靜的 臨堂送別 當時他還說過一句話 他說 活著的人 更要繼續努力 但是如果不過一個月的時間 兩個人相繼離世 這也讓選秀節目的主持人 立靜 都說不敢置信 不過呢 艾成情緒低潮 似乎是有跡可循 幾天前呢 他也在臉書上面 特別發文 就寫到了這兩個 第一個呢 是艾世人世間 最難的功課 他甚至呢 還提到 人生有時候 就像一場夢 那除了呢 粉專上面的文章之外 他也在個人的臉書上面 引用了聖經的一段話 那聖經的一段話 當中 他就寫到了說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 就是一過 都變成新的了 好 這兩句話呢 是不是真的有 雨帶玄機 或許只是各方猜想 那事實上呢 艾成也和老婆 才剛剛一起 慶祝結婚兩週年 他甚至呢 還在先前受訪的時候 曾經說到了 說等到疫情趨緩 他就希望 能夠帶著王瞳 回到馬來西亞 見父母 而且不辦結婚手續 如今呢 恐怕這個願望 是已經沒有辦法實現 但是呢 艾成身亡 這件事情 享年四十歲 但是呢 他跟王瞳 這一路上 婚姻從觸礁 到後來 怎麼梳理 來看我們的報導 在教友的陪伴下 完成登記 王瞳臉書也PO出 謝謝艾成 她讓我明白 什麼事不離不棄 開心成為蔡太太 艾成也發聲明表示 也許會有人笑 我很笨很傻 但從九年前在一起 彤彤對我不離不棄 遠大於我對她的付出 我也不知道 她什麼時候 從牛糞變成一個 乘風破浪的好男人 以前都說 她是個牛糞啊 就是什麼鮮花 擦在牛糞上 就是你看每個人都自己想自己的 自己就是自己有自己套想法 但是各種滋味 只有我們自己知道 被爆出介入已婚 男性馬俊妮的家庭 讓他形象跌落谷底 更重創演藝事業 人生酸甜苦辣 他才會美好 像一顆高爾夫球 他充滿了洞 他是有重量 他才飛得遠 乒乓球輕輕的也沒有洞 他連一桌都飛不過去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不見得是壞事 會讓你看清很多人 會讓你發現有些人很值得依靠 有些人是瘋 不需要去在乎 言談中暗指馬俊妮是瘋 不需要去在乎 王瞳現在走出小三陰霾 也重啟事業 決定跟艾成走近下半身 大家好 我是艾成 我從歌手的身分轉成餐廳的老闆 今天帶大家看看我的餐廳 新樂沙醬跟雞骨先熬兩個小時 之後這個調味料才可以下去 只要有空 艾成會親自到店內熬煮樂沙的湯頭 這個椰漿只是讓那個湯更滑順 它不會讓你有一種很野奶的味道 這鍋湯底最重要靈魂原物 就是它東馬樂沙醬 三十幾種香料 然後用工廠的特殊的技術 已經把它弄成就像 你看起來像沙茶醬 但是其實就是這個香料 回想做副業之前 艾成來台工作十幾年 終於一緣出片夢想 沒想到銷售成績頻頻 他乾脆轉戰戲劇圈 演藝事業沒有想像中順遂 加上艾成一直想念東馬美食樂沙 讓他萌生創業念頭 我在馬來西亞有買個小房子 我想說有一天不唱歌了 可以回去有那個房子可以住 但是最後這樣做那個聲音 我就覺得一定要有資金 我就把那個把房子給賣掉 為自己的人生拼一把 賣房產湊足創業本金 選在人潮最多的西門町開店 沒想到 店一天兩天三天生意還很好 我想說哇真的好棒喔 但是過了七天完全就沒生意了 我親姐夫每個月都會錢過來撐店 撐他也挺有耐力的 他撐十個月了 直到推出這道料理 才拯救了這家店 這個雞一隻一隻的放進 我們調好的湯汁裡 海南雞飯就像救星般 拯救了垂圍的事業 打鐵趁熱 讓艾成再開兩家分店 儘管生意越做越大 他還是會經常到店內看賬本 親自站櫃 我們也有烤雞也有海南雞飯 都很好吃喔 堅持不懈朝夢想前進發展事業第二春 艾成把磨裂都視為生命珍貴寶藏 用東馬熱殺在台灣繼續補寫 美食相仇 你剛剛在報導當中有看到 艾成直接拿起吉他開始唱歌 事實上他在三天前也在臉書上面直播了52分鐘 唱了很多首會計人口的歌曲 而且展現他的唱歌實力 當時網友湧入回應稱讚 他的唱歌很好聽 但是沒有想到從今天開始底下留言 已經變成了哀悼的字句 謝謝大家 那我們下次見了 晚安